高耀节著 我的妨碍录 第七章 妨碍之汉 第二节 爱滋疫区官员欺上瞒下 自从中央对爱滋病问题日益关注以后 各级官员对爱滋病防治的态度 确实比以前大有好转 但是不要说上世纪八十年代 把爱滋病说成是西方资本主义 腐朽没落生活方式的产物 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可以把爱滋病 抵御于国民之外 即使到了九十年代末 甚至两千年初 某些官员听到爱滋病三个字之后 也是如临大敌 不论实际的疫情多么严重 也坚决否认自己管辖的地域里 有爱滋病疫情 如果有人要揭露 便采取种种手段掩盖打压 上菜县的县长杨松全 花重金搞了几个爱滋病防治的样板村 拓宽了村里的道路 给每户装上自来水 新建医院 学校 专供上级领导参观之用 比如那个世界闻名的闻楼村 而杨松全却借着修建工程 大肆贪污公款 当地的民间都称他为杨半议 据说他贪污的公款达5000万元以上 2003年12月 吴仪副总理到文楼村 看望爱滋病人 在吴仪到来之前 村干部就提前安排了张某英等三个家庭 并且事先打好招呼 要求他们不许多说话 张某英老太太的大儿子和儿媳 都因为感染爱滋病去世 小儿子和儿媳为了还债出去打工 家里只留下两个孙子 张某英本人也已发病 吴仪到他家时 问他家里有没有困难 站在老人旁边的村委书记和前任书记 竟然代为回答没有困难 当时吴仪听了以后什么也没说 交给张某英老太太一个信封 事后张某英打开一看 里面装着500元钱 2005年春节 温家宝总理到文楼村 看望爱滋病人 并和他们一起过春节 温总理提出 给村民每个人发10元压岁钱 让村干部统一一下人数 文楼村实际有3217人 而报上去的数字却多出了883人 尊委书记后来说 这是县领导的意思 他们就是这样欺上瞒下 连温家宝总理 吴仪副总理都敢骗 所以对于文楼村干部的话 我现在都不相信了 他们说假话 做假事 都已经是家常便饭 早些年他们捂盖子 那么多的患爱滋病 不让外界知道 我去村里还要抓我 如今又打着 防治爱滋病的旗号 发不易之财 钱都进了杨半义 这类贪官的腰包 这比五盖子更可恨 我发誓我这辈子 也不会再踏进文楼半步 免得某些官员 利用我来做宣传 因为只要我去了 即使我什么也没说 他们也会说我说了 除非是我死了 抬着我的棺材去 那就由不得我了 有些不明真相的人说 参观了这些精心设计的样板村后 就误以为农村的爱滋病救助工作 做得非常好 文楼村的医疗基本上可以保障免费 但是上蔡县其他村庄的爱滋病人 却只能每月领到一定数额的代金券 用来购买药物 比如离文楼村不远的后阳村 爱滋病情况比文楼村还严重 该村村民共3860多人 到2004年已经有被确诊的691人 在领代金券 而此前已有240人发病死亡 这还不包括仍然有很多 顾及孩子婚嫁 或者怕自己承受不了 而不敢去化验的村民 据霍阳村负责发放代金券的陈某说 村里当年慢血者至少还有40% 没有化验过血液 2004年2月18日 也就是无疑副总理 到河南考察爱滋病防治情况后的3个月 省委派遣了76名省机关干部 奔赴全省六市十三县 38个爱滋病疫情高发村庄 开始了为期一年的驻村工作 这76名干部分别来自 河南省委组织部 宣传部 财政厅 公安厅等38个省委部委 省职厅局 他们将和相关市县选派的干部一起 组成38个帮扶工作组 每组4人进入爱滋病疫情高发村工作 实施4个一工程 即修一条路 打一口水井 建一个卫生院等 有关报道说 帮扶工作组 占定时间是一年 需要延长时派人轮换 但省内报纸报道了一阵后 后来我就再也没有看到新的消息 也不知道原定的一年时间之后 帮扶工作组的情况如何了 我希望这些干部能够真正的尽心尽力 为爱滋病的感染者解决实际的困难 2004年11月10日 省卫生厅宣布 对河南省既往有偿供选人员 进行拉网检查 结果发现艾滋病感染者 25,036例 其中已经发病者1,185例 河南属于艾滋病低发病地区 对于这个结果 我曾经对很多来访的记者说 他们这个拉网检查 网眼实在也是太大了 而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采访 河南省卫生厅厅长马建忠 估计应该有3.5万名 艾滋病毒的携带者 在上个世纪90年代 省内有100多万人参与商业性采写 这是有关卫生部门所承认的数字 而现在只有38个 艾滋病疫情高发村 当然不可能是全部 比文楼村的艾滋病疫情 更严重的村也并不在少数 只是没有受到关注而已 既然有卖血感染者 那必然还有输血感染者 可是我从来没有见到 有关方面公布输血受害者的数据 卖血人数这么多 卖出的血量这么大 这些血液到底流向了何方 输入到了何人体内 造成了多少艾滋病人 其中多少人已经发病死亡 现在有些宣传说 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的治疗问题 都已经解决了 他们可以免费用药 得到生活补助 已经去世的艾滋病的病人的遗属 每月也能够得到100到160元的生活补助 遗孤的读书也是费用全免 这是中央对艾滋病人提出的 四免一关怀政策 但各地落实情况却千差万别 否则吴一副总理也不会在 2005年11月28日召开的 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 强调要认真落实四免一关怀政策 切实解决因艾滋病 置孤儿童的生活学习困难等 并且批评一些地方的防治工作 还不能完全适应需要 防治工作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所以四免一关怀政策 关键在于落实 绝对不能走过场 欺上瞒下 当成一场新的政绩秀 在上菜县文楼村等村庄 父母因为艾滋病而双亡的孤儿 确实得到了生活补助 免费上学的待遇 但那些单孤家庭 却没有能够享受这些待遇 上菜县以外的地区 艾滋病感染者和家属 是否享受到了这些待遇 我觉得落实力度还有待加强 比如四免一关怀政策的 属地化管理 就给那些外出打工的感染者 造成很大困难 解决这个问题 就需要尽快出台 艾滋病感染者 就地医疗的政策 对于艾滋病疫情 各级政府都应该 严格遵照相关规定 实事求是的公布疫情 切实可靠地落实 四免一关怀政策 千万不要再作秀了 据我所知 在一些地区 政府救助艾滋病的款项 物资都被村干部截留 中饱私囊 我收到过一封 无署名的举报信 原大队之书 县村主任刘某贪得无厌 1993年到1994年 他们私涉血战 大发横财 村主任的职务 就是拿钱买来的 县民政局对艾滋病造成的孤儿孤老 每个月发生活费160元 村主任每月扣除2030元 最多扣70元 并威胁他们说 谁要到外面乱说乱讲 我就一分钱也不发给他 他们都是孤儿孤老 所以敢怒不敢言 从2005年开始 他们又重新造表 把不是艾滋病人的人 说成是艾滋病人 好多骗上级的补助款 我不敢署名 因为怕受到报复 因为我还有两个儿子和妻子 各地的扶贫款 移民补偿款 等专项国家资金被挪用 贪污的新闻 媒体实有揭露 所以信中反映的情况 我想绝不是个别人的 像杨松泉这类人 国家的政策 反而被他利用来疯狂敛财 他们哪里还有一点点 基本的人性 欢迎继续收听第三节 血霸圈养血奴依然存在